那群组流传着影片大字写着被鼓陈廷飞 为了郭信良选议长践踏党内同志 之前台南市政府议长邱莉莉林志斩被控会选案 一审或判无罪 影片把陈廷飞过去言论翻出来 影射她是跳梁小丑 对此陈廷飞不忍了 发声明表示某名代的主任及执行长不法侵害名誉权 以为由律师提告请求100万精神赔偿 并刊登判决书 但这动作或许和台南市长选战有关 毕竟郑国会陈廷飞和赖席林郡县较紧 较紧一位农 同为赖席立委郭国文参选党部主委 也被解读是2026前哨战 这个主委是不是可以 未来这个胜选的主委 因为现在台南有两席 有两位要参选 那是不是能够真正的找回 我们所有党员的信任感 这才是最重要的 现在台南政坛也传出邱莉莉和林郡县达成2026合作共识 若能恢复党权成为当然党代表 就能增加赖席在全泰会配票筹码 邱莉莉一长 我并没有跟他见面讨论 关于任何未来个人选举的事情 只是在即将到来的党值改选 我想在台南市党部主委选举的部分 我们支持的应该是同一个人选 郭国文委员 是否会在全代会前恢复邱莉莉党权 有关赖系2026政治筹码 以及党内派系权力分配 TVBS新闻 吴奎言 陈云亭台北长官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